好 好 三秒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誰放棄 哈哈哈哈 誰放棄 站著阿姨來 站著阿姨來 來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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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上廁所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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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緊張 別開始說了 隨著你啊 可以 你兩人有休息的工作 對呀 休息十分鐘 怕了趕緊撒尿下去 哈哈哈哈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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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粗利點 收 好 這什麼情啊 哈哈哈哈 去喝說一碗 哈哈哈哈 好 哈 阿姨你 你過來替我一碗 不是 你幫你 來今天 不應該說的 你狀態不是很好 這那個 心裡不舒服 讓你死湯的時候 多說一碗 他一會兒就下去了 我們也要高點 啊 這個就放一邊 今天呢 都在這 少說一點 如果您 明天哪位再來呢 我按我再多說 反正你就不見得愛聽 就是 本來是啊 貼的活 貼的是啊 送金郎 那位前些日子 說了那麼一點 從來我對人很個性 說了一點兒再接說話 你說你前面你 你 你倒是從頭說還是從哪說 啊 然後就 我就想再換一個吧 換一個也不知說人好 啊 說了一段我師爺的 啊 這個 火燒金光寺 好 好 然後 他好看 看我笑話 昨天剛聽了一表 然後那個 這個 這個 大家也有聽過的吧 這個 我師爺金門生說的 他們是這個 用聽靜的聽靜話 還不是說你聽靜話 所以家伙 我啊 我啊 跟大家再怎麼學說一點兒 對吧 這個 要說這 這話還是這個 師爺說的好 那老爺的大炮鍋 真是 你說身體不怎麼樣 大炮鍋 哈哈哈哈哈哈 大炮鍋 這心人的死 哈哈哈哈 大炮鍋 大炮鍋 你最殘酥 真是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到書流竄的時候 就是到江南 他這是 好像 賀明志的這點 好像是 他跟人換的 這麼一塊 他這個 這兩爺子 用山東快書 武松感慧 武松感慧 換的 這麼一段 這個 火燒金光寺 因為到南方 南方那書 跟北方書又不一樣 他到那兒就好 到那兒 老爺子爺爺 也挺牛的 啊 到那兒去 就是說書 你想想 口音 人家又聽不懂 啊 長得又不是很帥呆 就像 那韓國小朋友似的 你說你趕緊走 你光看你了 誰聽我 你說 我 情形把攝像機轉了 就這樣 這都火亂了 趕緊都關了 浪費 焦卷 這 這現在不是焦卷 還是拉一個焦卷 都不用 咱這 事實大了 趕不上這個時代 都不懂 就是老先生說這段 說得好 有一天 前幾年呢 就 聽過 在天明的時候 我就聽這個 有這個 那時候 那時候多困難 那時候 05年 我在天明聽他這書 買了一小錄音機 35塊錢 紅燈牌的 每天換電池 那聲音也不清晰 你現在有一批三批四的拿過來 幫你一張做好 那時候都沒有 這老爺子一說書 他真正的說書跟說相聲 剛才前面兩位都說了 為什麼叫平書啊 主要是平 你隨便拿一個扇子的人 老爺子也能說兩小時 拿手機的人 這誰的 人也能說半個小時 這叫平 像我們往來一做心虛 都騙錢一樣 真是個別 真是騙錢一樣 你怎麼可能平啊 你們真是 我們在臺上說 對手相聲都說 要小本小本 連小本都不是 小學都未畢業 各位真是敢 大王 你下次那雲姐 這死胖子還行 初中 初中好像畢業了 這初中畢業 他他口風好 他北京人 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那時 05年 八九月份來的時候 在後臺 我一大眼就 就看著雲姐了 那時候就 剛剛走了那大胖子 劉遠都沒來 劉遠 劉哲呀 還有 還有特胖的 還有誰啊 孫悅 孫悅呀 楊鶴同社都沒來 那兩個我就看著雲姐了 我說大家往那一站 那時候比現在還瘦 哈哈哈哈 我現在瘦吧 沒有 沒有吧 摸摸我其實挺瘦的 不是不是 真是 那時候還挺瘦的 胖的挺胖 那時候我們倆一上台 準時一個碰頭好 就連不說你 不說你說的怎麼樣 想讓人看著舞台畫面挺好 哈哈 一道菜紅燒肉回首 自從那個劉遠啊 那個孫悅他們一來 我這胖子想不出來了 哈哈哈哈 活活煙去了 哈哈哈哈 真是的 那時候 得運社這後台氣氛 還是比較中下的 那時候何英偉啊 曹恩斌啊 那些個前輩們啊 哈哈哈哈 我們都還見待 所以在下雨的時候 聽說也是禮拜一二三四 哦 那時候還沒有一二三四 就是五六日 五六日中午 中午 就有演出 他們早早就來了 我那時候也是在聽見 金門生金老爺的給我介紹來 我聽她聽書 聽了她 有四個月 啊 在那兒 在那兒聽書啊 就想跟人跟 一開始聽聽聽不懂 她那個口音呢 真是聽不懂 啊 你說山東不山東 說天静露天静 兩叉的 連聽兩天聽不懂 到你到第三天的時候啊 你就走不了了 為什麼呢 你聽她說 你不要聽她的故事 你只要聽她這個 這個型話 雖然是型話啊 哎呀 串你那個圓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你說到這個 激動人心的時候 你真熱烈盈眶 她跟著一塊兒哭 你 你這哭一會兒再擦好眼淚 半個兒流過來 哈哈哈哈 接著再笑 再笑十分鐘 哎 這一場晚上差不多 哈哈哈哈 真是真是那樣 說的確實很感人很感人 啊 咱們跟人家就 學一點點皮毛 我能來得運設定 完全感謝金先生啊 那時候 聽了幾個月的書 比較喜歡這個 後來她就 老爺子很實在 你們現在你到哪去啊 哎 你想幹什麼 想學什麼 先交錢啊 先怎麼樣 那書哪有錢 沒有錢 啊 他那個說書那書館啊 比這大一點 啊 也就比這大一點 能做做滿了 能做七十多人 我跟您說 票錢多少錢 你們猜一錢 五 五 好 三十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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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管蘿蔔 還管西湖是有時候管西湖啊 還有茶葉 真好 真好 所以說我明晚這一座更覺得欠錢 哈哈哈哈 你西湖一會掛我帳上 哈哈哈哈 大家先吃一會兒 今天就是今天 就是身體不是很好 咱就 呃 說說點鹹片 然後呢 就是一會兒再給你們說一點 這個 呃 拍片 然後如果明天 就是 各位能有來的 我絕對我說的 一會兒 一會兒 如果不來的 一會兒找我 把票錢退了啊 當然 因為前面那兩位 那票錢也超過了 也值了啊 對 尤其雲傑 雲傑說的真不錯 啊 雲傑說 說想上的時候 很多人都都上後台 啊 李老師你真好真好 這唯一一個天天去天天去的 就一句話 雲傑氣得再也不理他 啊 他不會說話 希望他嘴裡的密做 啊 李老師 您現在這口活越來越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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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真慢氣啊 哈哈 雲傑從來就不愛生氣 哈哈哈哈 二人再也不理他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的技術 比雲傑差得遠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實話 這是實話 那什麼 那真是的 真是的 所以實際上呢 我知道 中國的語言也真是太妖面了 哇 真是的 啊 咱們就是 我現在我就就說 就開始說了 啊 我說了這個 我師爺叫火燒金光寺 啊 哈哈哈哈 說的書叫火燒金光寺 那這都內行 什麼叫我師爺叫火燒金光寺 哈哈 金文生老先生 貼出來是火燒金光寺 啊 我 我說也 叫這個 鬧洋舟也行 啊 厄僧傳也行 有這個書 啊 就是這個 啊 就是這個 兩國籌備打架 跟香港那個古惑仔一樣一樣 就是 搶地盤 誰厲害就誰說了算 啊 揚州 揚州各位也不知道有沒有去過這哈 有去過玩的嗎 有去過旅遊的嗎 沒有 沒有 那就好辦 哈哈哈哈 你去過 啊 那麼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揚州的特徵 就你來的 你說吧 揚州我還真是不太了解 因為沒去過那地方 你看 杭州啊 都去過 夢演出啊 上海啊哪兒都去過 唯獨這個 揚州沒去過 但是揚州城啊 刺骨繁華 怎麼講啊 隨揚帝下揚州 這個揚州 啊 我師父 師父唱過一段這個 京東大古 就是 隨揚帝 下揚州啊 隨揚帝 未成帝之前呢 他就是鎮守揚州城 所以說這個揚州啊 在兩千年以前 那那已經建設的相當的好 對嗎 啊 你想後來他這個當了皇上之後 下揚州啊 哎呀開造運河 這運河 古運河 源頭就是揚州 南端就到他那道到頭了 北邊的是咱們北京通州 啊 你想那時候開開開造運河 好啊 馬馬的這個央廣 舞蹈 馬的工學奔頭 你現在你想一想 這是一件好事真是 什麼事情都是收面兒的 你就跟秦始皇 昏君舞蹈 啊 分數坑爐 六十歲就是又是活埋 啊 你媽 你到現在你看一說中國萬里長城 你不指人家秦始皇嗎 對嗎 啊 到哪兒都說萬里長城 什麼都 只要一說中國貨 就把那個大區域給畫上了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嗯 這個雖然也是 這個人他好與壞 你很難你 你 你能這個 呃 評價 往往這好人呢也幹點壞事 啊 往往壞人也幹點好事 啊 對不對 他他就他就活越來越好 真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 這是 這個中呢 這李老師壹坐下輩我都話 say 不会说真是这样 咱就说这个扬州 扬州啊 扬州再往前一点啊 是瓜州 瓜州就是杜师娘 弄成百老乡 就是在瓜州 瓜州 对面那就是镇江 那就是到唐江 所以说这个扬州啊 是水汉的码头 那你想要那可就了不得了 扬州似乎也是人间地灵 出了很多这个名人 大唐的时候 鼎盛时期 春江花月夜作者是谁 大家有可能都知道 那就是扬州作者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作者 还有大和尚 高僧 建真 也就真见了 建真 后来东渡日本 对 这是那行人 原先 原先这个日本没有多少人 大唐之后 这和尚去了之后 人越来越多 和尚多灵啊 传道啊 传这个佛法 你不要多行啊 这都是扬州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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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大诗人呐 很多诗人都都在扬州 都任何人在那做官 咱们近代诗人 朱自清 朱自清的作品都是什么 你跟大家说一下 背影 背影 你看 他不说我都忘了 就是背影 这是扬州生人 还有我们敬爱的江主席 泽民 那是扬州生人 对 这都是扬州 扬州了不起 所以扬州成了是水汉的码头 那时候啊 运输啊 那就是靠这个小运河了 方便呢 不像现在有火车有轮船呢 那时候 尤其是咱们这个北方这些皇帝们 建这个宫殿呢 就豪华的建筑 大木头 好几楼 粗的大木头 他就看出 北方没有 就从南方往这儿运 你想想 他们那 那个一核算呢 把这个木头运到北方 比金的都贵 人力物力太多了 任死 把这个人类似的不计其数 所以有这个运河之后呢 就方便多了 用这个船运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这 我说这个书啊 是明朝的书 明朝啊 有自古一个什么道理啊 南梁北运 北梅南调 南方啊 这个没有梅 粮食多 粮食他那气候好 他一年两茬庄家 所以粮食吃不了 哇 往北方运 啊 北方呢 没有粮 啊 这北北大荒 像我们东北海滨那嘎的 啊 是最近这些年 这也得感谢这个城 城里这些 感谢感谢 毛同志啊 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这是青年下乡啊 到哪儿去啊 开坑呢啊 那个红杉的都变成这个农田了 你这这也是 坏事也是好事 不真是 啊 我说那 哎 那是我们一聊 聊起来的这个知情 不 本本身我是农村人 我我干的 我都跟人比不了 你想想 他到这屋里去 背石头 啊 小妇女啊 二多岁 十六七岁 马上就空 山上一石头回来 盖银房 啊 产地 薅草 插秧啊 没有不贵的 啊 你说这真是 这个现在北方是大粮仓的 过去咱说这个书那会儿啊 那书粮食还不成 嗯 所以啊 这个北梅南运 往这个南方运梅 南方呢 往北方运粮 除了这些 景德镇的瓷器啊 王公内院用的那全是这个 官邀冻烧的那瓷器啊 还有我们这些一个 丝绸 全往这这边运 啊 大家有 我不知道哪位啊 是这个搞这个水上运输的 还是海关的 还是有船上工作的 知不知道啊 河船呢 不能入江 江船不能入海 你你哪里的哪哪里的船 就在哪里呆着啊 你河船小河船那么一点儿 你入江那风浪啪就被你拍碎了 对不对啊 就跟咱们小船馆一样 你这来这么十几位才挺卑谷啊 我们坐这儿骗你两千可以 我们只能够搁这儿 我们各位反正 海徒外星 吸一脚也值得这点钱 对 你给我们弄到人民大会堂去 马上 胡活胡死 是一样道理的 河船呢 不能入江 反过来也是啊 江船也不能入河呀 江沦 大江沦 你到河 到小河沟里面 走不了啊 河水太浅 所以阳州城啊 是一个水汉的码头 所有的东西到这儿 就是一个中转站 北方没到这儿来得泄 泄下来 上这个江船 往那边越 那边来的东西也得到这儿泄 粮食 往北方越 这样啊 一桩一泄 就用了人力了 也就现在 就属于中泄工似的 那时候叫交行 这人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就带动了 当地的经纪 他有了这一个码头了 什么什么饭店啊 什么什么钱庄啊 粮庄啊 KTV洗头房啊 当时那种叫 咱就不知道什么 但是妓院是有的 扬州妓院是很有名的 对吗 那时候假如说 头牌 就说扬州 上去就是那会儿啊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还没有过去 这开放 那会儿就是上去 越来就跟现在 挺像的一样 哈哈哈哈 你这要嘛 这有什么呢 但头牌进去 必须是扬州的 扬州进去 就像是高峰 那他就扬州的 像这胖子顶座 是扬州的 哈哈哈哈 这真是这样的 哎呀这个经济 这真是特别的神话 啊 你想到他这有的 有了这个码头了 那必须得要管这个事情吗 谁管这个事情啊 那时候就谁厉害 谁说了算 就像刚才我说过这个 哎 这个刚才的五国仔一样 那就是他 打到最后 拼到最后 谁最厉害 谁说了算 武功 讲究谁的武术高 那谁是谁就站出来 谁就老大 黑社会 说黑社会 但是黑社会有时候啊 比这官府还好 但是我说过去啊 不是 别给我打电话 腰腰腰腰被我带走了 我说是明朝那会儿 黑社会 谁武功高 谁谁又厉害 你现在武功再高 哎呀 刀轻剑鸡 抚约骨刹 撑你下动机 三十多米 啪一枪掉 哈哈哈哈 不管用嘛 你对不对 那会儿没有这 也没了 就知道打 那时候人家还比起来那时候好 打他还起了再打 打他还起了再打 你现在不行 是点阴谋鬼地啊 背后来一刀啊 那时候没有 镇守扬州城这是 武台山武台派 武台山武台派 那时候这排那排太多了 镇守扬州城市 武台山武台派 四教主 八臂玉交手 吴彦恒 怎么叫八臂玉交手 双手能打标 双手能接标 双手能打绣剑 双手能接绣剑 背后是锦背低头花装武 外加这两只手 八臂玉交手 胡彦恒 镇守扬州城三十年 说把这个扬州城治理的什么样子 漏步十一亿 夜不庇护 丢东西没有丢东西的 走着道 哎 掉了五十两银子 我一响一回 啊 掉了等女厕所旁边了 哎呀 这太晚了 其实这部长名人再去哪 名人一去准银行 没有人捡 家家户户就没 没有这个 捡东西的 不是自己的不要 露不时宜 夜不庇护 晚上睡觉 行 咱们防盗门 打门二门三门 哗哗哗哗 关门关 撒小时 那时候没有 啊 大姑娘小媳妇 你想怎么睡怎么睡 没有流氓 所以说现在女同志到那去 她不干 没流氓什么意思 那时候就是这样 小媳妇 不过打下天那 没有没有通调 没有电扇了 外头直张 床 躺出来吧 穿着很薄薄的 小小小小小小小 傻裙什么的 啊 来回过 过往行 男的女的 好事啊 小伙子嘛 看见不动这个 歪心思 一瞧 我 你怎么躺啊 躺出来 我 哦 肚子露出来 风刮的 没关系 这都 看见肚子都不往外出想 赶紧走 一想不顿 这大姑娘 动了肚子 就闹肚子吗 不得有病吗 过去 盖上 再接着走 一想不顿 他不能没疯吗 哦 他是闲热 我再给周 就这样 什么事都没有 目不时宜 夜屋 阳洲城就连一个要饭都没有 因为你面子管得很好 你想啊 年轻人 有没有力气 码头上 搬东西去 卸东西去 给你钱 干多少活 给多少钱 老一点的同志 说是没儿没女的 没有关系啊 见一个大大豪来 都都都都搬进去 那时候当然不叫养老院啊 就类似于养老院 都搬进来的 吃的喝的高峰三接会 听没听过 听的都是假的 在阳洲城那就是真的 每天传出来的 婚生笑语 不是现在的传出 敬老院里传出惨叫声 没有 哈哈哈哈 真是 那说到这 各位可以查一下 上网上查 咱们有一首很伟大的 红色歌曲 东方红太阳声 听过吗 这是人认得阳洲流出来的 真是后来让他们改了 阳洲称所有老百姓拿吴彦恒 就是太阳 原本是东方红太阳声 阳洲出了个吴彦恒 后来被这些人赶着阳 阳洲出了毛泽东 随便用的吧 现在也没管这个事情 真是这样 当然他这里的好是好 他自己的收入 那也是相当的可怪 日进斗金 收入就是一斗金子 多多 寸金寸金 这多少咱都不知道啊 我这迷上学不会计算 你想着日进斗金 这还少说着呢 所以啊 这样啊就引起啊 一些江湖人的眼红 哎呀这是一块肥肉啊 谁都得想吃凉了 啊 说咱们这个书要正开 这就算开开了 在阳洲城南自外 啪啪啪啪 过了十一个合着 头一位四十来岁 胖大魁伟 是个师父 后边跟着十个 是个徒弟 哪来的 俄眉山俄眉派 奉尸之命 先来夺取扬州城 俄眉派 啊 俄眉派啊 一般的就是 咱们一说七五公来都说什么呢 天下五公出少林 在过去可没有这样一话 过去就是天下五公出峨眉 后来 后来这个少林寺的名气越来越大 尤其啊那是哪年 那是八几年吧 又拍了一个电影 叫少林寺 啊 这个 李连监也那样 守护卧州民旗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吵得是 呃太太神武了 所以说现在是呃 天下五公出少林 过去是天下五公出峨眉 峨眉派真正的祖师爷往前推 推到 岳王高建那会儿有这么一位 叫什么呀 司徒玄空 他呢就是在峨眉山居住 在那耕地呀 啊 在那去砍柴呀 打猎呀 然后呢他就根据那山上那些个猿猴 根据他那个动作自己又在那个捕猎树上又丰富又自己改变 啊 自己创出一套什么呢 啊 峨眉通币权 后来改了 啊 谢金不是谢金啊 哈哈哈哈 就是 白元通币权 大家有听过这个论权的 你看看 雅兴师哥真是 就是要真正的相声 会会 对 白元通币权 你这是人家这个峨眉派真正的祖师 真正的行程是在南塞 啊 峨眉道人 啊 这是有了发展了 到咱们明朝这个 镇守峨眉派是两大魔头 说怎么叫两大魔头啊 两个人呐生起来就是两个小怪物 小怪物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奇丑无比 双胞胎 一生起来时 自己根的毛没有 老两口子呀 五十多岁才才才才才怀孕啊 就跟那拴娃娃一样 这这也拴那也拴 拴了好几时间 好不容易怀孕了 啊 怀孕了吗 十好几个月没生 探着吧 生来生去哭叉 生雅怪物 哎呀 这个老大一点的 先出来这个呀 背上有这么一个肉刺 就后背上长这么一个肉刺 你呼呼呼呼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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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飞起来了 这个老二的呢 从胳膊这跟着泪调着连着 哎 小肉皮这边也是 说也能飞进来 当时孩子一出生了 老太太干儿吓死了 老头说 好 这是俩妖怪呀 赶紧扔了吧 就扔在峨眉山上 被老和尚给度化到山上 传授武艺 这个人哪 你从小要是怪 必有其能 传授他们武艺 到后来了不得了 南七北六一三省 所有人听见这俩魔头 没有不害怕的 没有不心惊的 老大叫什么呀 因为一根毛没有过 哪哪都没毛各位 哪哪都没有了 老大叫什么 你别愣 一颗明月照九州 单展赤红歌 那个二的叫 一颗明星照北斗 双展赤红亮 这两大摩托 咱说这书就是一百多岁了 这十一个和尚 投入这位 就是他的武徒弟 也是武教武 俄媒派武教武 叫什么呀 这这有得说一下 因为这幅师爷这个有口音 应该他这个书叫 这个小弥勒佛 广真 小弥勒佛 他这个乐字说不上来 小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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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现在弄弄我 听习惯了 改一改过来 应该叫小弥勒佛 广真 武教武 奉师之命 因为这个两大摩托啊 跟那个严嵩啊 勾结 严嵩想谋朝篡位 网络这些各蒙各派这些人 你想篡位 你得有钱 招兵买马呀 所以就朝这些个人 一看杨周好 就被师一个和尚 奉师之命 来夺取杨周城 这个小弥勒佛 广真 武教主 四十多岁 胖大魁伟 那位说有什么多大的能为 多大的武术 咱先不说 单说身上 背着那一种兵器 杨敏 跟真人大小一样啊 黄鹏打造 叫什么呀 独角铜人娃娃术 要说论金有多少金呢 一千四百五十六斤三两五 我再说一遍准说不上来 你说他有多大的事 从峨眉山 一下山飞着来 一直到扬州城 没换过肩膀 就这么大的肩 带着这师徒弟 师徒弟也不简单 也不是看货 屋子上挂着一个墨后银 每人挂着一大墨后银 二百多斤 都是身体的打造 从这个扬州城 这就进了扬州城 那会儿说扬州城再繁华 他不像现在好几百万人 也就那么十来万人 来到扬州城这个市中心呢 也就十字路口这儿 啪光着一座 闭目扬神 胜出大温讯 这师徒弟 燕北市排开 就把这整个这个扬州城 主要的道路就给堵死了 难来的也不能往北去了 东行的也不能往西边走了 你想扬州城就是跟 什么马车 鱼车呀 这车哪车 就全插住了 大家都都过这桥 怎么回事啊 现在交通堵塞了 这么一桥啊 或 十一个河 一看一个一个的太要命了 都不是善茬的 为什么这么讲 老百姓嘛 他是 最是 与世无争 因为什么 阳目承三十年落步十一夜 无庇护 永远横在呀 所以不怕呀 突然间来着这种 十一个河河河的这一座 老百姓心里也响嘛 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啊 无厌更这么大的能为 他敢来捣乱来 这一定是武艺高强了得 静观其变看看怎么着 这几个河河河河的 您出了德云社门口 一会儿散了厂 您就待着没事儿 你往天上看 别动了 就这么看 你也不管别人 一会儿过来看什么呢 他也看 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 二百多位全看 一看人差不多了 你说一句话全散 什么都没有 看出来 就是老外星星是这样 你想那十一和尚的肚子 都把这道路堵死了 这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了 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言语 看怎么回事儿 老和尚闭着眼睛 他觉得人差不了好几千人 那位说和尚闭着眼睛 他也没抬头 他怎么瞧见人呢 他没抬头 是没抬头 他梳脚丫 一人家脚丫 一看 斩其身心 阿弥陀佛 今儿嗓 Bir佛 今儿仿念不好 阿弥陀佛 贫道乃 贫僧乃 贫僧乃 峨眉山峨眉派 奉诗之名 前来扬州城 传说扬州城 赤哉念佛的居多 行善不少 我想跟各位 画个圆 钱多钱少无所谓 画完钱可不带走 在扬州城南门外 盖一寺庙 保佑扬州父老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就开始 反正就这一套 说了一遍 也有人理 说了一遍还没有人理 到最后八十年都爬了 又翻了一个绕口令 也没人理 好 上午九点钟 十一客人开始静坐 到晚上五点多 一分钱没有 比一个给钱没有 那位说了你不可能 说是你要饭 你还能说一个人不给吗 但是真就一个人没有给的 为什么呀 到扬州城你无论干什么来 你心里倒无恙 咱们那抱号去 我想开机院 行 我想开擦鞋店 行 给你两个卸油 你当那儿抱号去 别人才不敢管 你想他过来三十年 六五十一夜不庇护 你突然来十何的要钱给钱 没有 没有人给的 你不像我 我 我经常给 我 有时候 我们在哪里出 三个屯大家都知道 从四关往这儿 再往这儿绕 然后那叫 赵龙酒家 赵龙大厦那块吧 那块儿老堵车 净是 大家有可能就是三十年附近的一条街 净老头老太太要钱呢 我说我开我的小破车比亚迪 我看着有的零钱 拿出了一块两块的就给 就给他 老头老太太也气人 哪这么一个鸡毛膽呢 你这小破车他都不看你 专门看人家四圈啊 那奔驰 带星星那个 三块给人擦 给人擦 给人擦 到辛苦 你也没有一个给的 我给 我给 你 几半天 戳户摇下来给人 那不看你 那天真出不当事 有时候也是好事 我给人家呢 都堵着车呢 踩着刹车 一会儿这红灯 要是这个变成绿灯 直接一给右门走了 一抬 我拿着钱给着 你看 后来好容易看了 人前面走了 后头按喇叭 我端 呱 就跟前面那车别怼了 你说你倒霉了 你怼 你怼就 一点点小瓶 要多少钱呢 五百块钱 要五百块钱 咱咱不是没有啊 就不讹人一样嘛 他觉得他车好 我车破 帮你一点五百块钱 那些还多可以要饭呢 过来了 不会一老头过来一招数 过来四五个 干什么呢 要钱 五百块钱 没有啊 后来要三百 三百不出 我带着不出 我也没有 没有不让走 后来就说 滴滴滴滴 要犯的真了不起 老头啪 掏被打的钱 啪啪 他能跟你走 哈哈哈哈 真是 好 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 所以说 有时候啊 碰着老爷子 要钱给点 也是好事 咱说 杨龙城这 没有一个人 没有给的 哎呀 他也没 没保好 我来 要死四伯子汉两万 哎呀 仲家托儿 站起来 撤 撤 撤了 神经有名吗 怎么大能的 我没做 说来说去撤了 啊 后一天 一封钱都没有了 第二天 哗又来了 还软了一封 饿没谁 饿没孩子 比如说 照样一封钱没有 没有一个人 咱就不要续分了 啊 连三天 一分钱都没花到 到了第四天 变了 老和尚火 每人备一备一大包包 到这市中心 市中心 哗一道 金银财宝 珍珠玛瑶 哗 堆一个小山一样 老和尚站起来 悟密陀佛 看来传言不可深信 都说扬州父老 啊 为善的居多 聘付的不少 我看呐 胡说八道 我额没派 十一人到此 连要三天 一分钱没要 啊 像话像话像话 哈哈哈哈哈哈 你瞧瞧 不是说我没钱 真空八道 翡翠有的是金银财宝 啊 你瞧这 这是多少钱 既然我善要 我要不着 那讲不着 我带这些金银财宝了 啊 不说扬州城藏龙或虎吗 能人居多吗 来 无论是谁 打我一拳 黄金五十两 踹我一脚 白银一千两 你还甭说你打我一拳 踹我一脚啊 沾我一步三 一拳 珍珠八脑三动三生 那呢 就开始 这一套 口吐白银我 累得要十 早上九点 下楼五点 还是没有人理 哎呀 累得这几个突驴呀 撤 装拿包装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又来 啊 又连来三天 这就六天了啊 一分钱没扬州 这我一个朝这怎么办的 奉尸之命夺去扬州城 不挑起事端的这不成 第七天老何人又来 哗 边边摔开 啊 哎呀 乌弥陀佛 看来呀 我还是陈年未断 我不应该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怎么能这样啊 出口不驯呢 啊 有位老先生呢 告诉我说的好 到扬州城 要饭 画园 你得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啊 你得上门 我们不知道啊 啊 这叫什么呀 一处不道 一处迷 十处不道 久不知 各位 乌弥陀佛 聘僧明天可要登门画园 说了话 带着实力喝了 哗 找 找到一个特别大的 仇盾庄 哗 就把这门堵死了 杨洞昌最大一个绸缎庄 啊 十五根门面 做买卖的呀 最和气生财 有人说这无间不伤 你废话 人们费力 从南方倒点东西来 挣一个差价 挣个辛苦钱 做买卖的就是和气生财 啊 一看这个十一和声全来了 堵住了 进不了人了 你这怎么办 啊 就是掌柜的 就赶紧出来 啊 老师父母您好 这个 您姐妹之后 屋里坐一会儿 乌弥陀佛 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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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哪怎么办 哎呀 赶紧给点钱打喝走了 啊 拿了多少钱呢 二百调 拿着小套盘就拖出来了 啊 这位大师父 您看来那个买卖也不大 来碗水喝吧 啊 二百调 老喝着那么一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钱是给我的吗 啊 大师父对 我们这小奶奶也没有什么钱 您 几位 买碗水喝 呸 你真拿走鹅维山当臭药饭的了吗 啊 那 那 您能看那钱是 是少 我阿弥陀佛 化缘那是有规矩的 有价码 化缘还得有价码 您各位是谁要 所以老头老太太 把您要钱 您给点吧 我们这标 标的价子五十五 您给点 有这有策法 没有 他这个口他也不讲 他又是挑几十端的 有价 我问老师父 那您这个 说一说东西 什么规矩啊 分上中下三等元 我们的上等元是 上等元 黄金一万两 一万两 您看吧 您看看这圣间门面值以外 这有什么好处啊 有好处 啊 你到寺院有施舍的 大家都知道 他在那里有一个册子 有那一个部啊 在上面给你写上 然后呢 寺庙落成之后墙上给你赞资 再有就是你去之后 你说 某年某月某日 我给黄金一万两 一查 有这么一个人 滚宋斋一顿 宋斋就是面条 清水煮面条 割俩盐粒 还不许回碗 这是上等元 那这个 中等元是 白银一万两 这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什么好处啊 步子上给你留名 墙上给你赞赐 哪天你去了 到寺院去了 某天某月某日 我给 白银一万两 哦 有这么人 清茶一展 说茶就白开水 白开水也不烧开 就接点凉水 就这么一下玩水 也不许回碗 那么 下等元是 白银五千两 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做没有 步上也没有名 墙上 也不赞赐 到你到寺院去 你别提这事啊 别提 你要一提啊 哪天哪天 蒙颜蒙月 我给白银五千两 你提完之后 啪啪两大嘴巴 走人 这什么不一句问天呢 嗯 这大师父 那我要是不给成吗 可以 啊 不强化 那意思我不强了 可你这用我费这半天进去干什么呀 那我不给不就完了吗 那我不给 误弥陀佛 你再敢说一遍吗 这我有什么呢 不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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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送你仨子 别后悔 这仨子大家乐可了不得 施一个凶僧 带着所有的东西去夸 这就撤了 啊 到了第二天可得要了没有 十五天能念 周八 四百二十人头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啊 长胡子的 我怀肚子里的 好吗还没出生 拽拽死了 四百多位 杨龙头下怀的好家伙 第二天又来 又找一个 大的前庄 一样 啊 上楼下三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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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不给憋后悔快 第二天 三百六七位人头 啊 杨龙头上都疯了 呼 这几个哼太了 第三天 啊 又找一个 蛋兔打档兔 排这一套啊 三套一套啊 不给不给走 别后悔 二百四百五人头 二百四百五人头 三天各位三天 杀了一千多人 啊 你说你 你说你 你说你个 你说你不现实 杀一千多人 就没人管了 啊 再说来 刚才咱说了 把吴彦恒捧上天了 啊 路不失忆 夜不庇护 这几凸驴杀了一千多人 就吴彦恒就不管 那位说 您说的对 他不是不管啊 吴彦恒他没在扬州城 你说今儿是个吴彦恒没来 就买个演出去了 啊 他没在扬州城啊 他在扬州城 他都哭啊 哪能的杀这么多人啊 啊 哎呀 这扯啊怎么打 你到什么 你这任何朝代也是 人命关天啊 啊 你这杀这么多人 好家伙 所有的扬州城啊 人都叹人啊 赶紧就 上哪儿去了 赶紧回来 这不回这几天 你扬州城都灭绝了 啊 这几个秃驴啊 他是越来越张狂 越来越厉害呀 咱点儿差不多了 这才引出来 啊 大闹阳光伤 手臣 2 1 2 3 2 3 3 2 3 2 2 感谢观看